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艺部的成员 文艺部有很多汉族同学们 我是一个特别爱跳舞的女孩 我经常叫她们跳舞 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 吃饭 然后我们关系都特别好 今天我带你们来逛一下新疆的地铁站 我们在这里自动买票 你看多方便 从始发站三吨杯到二道桥只需要三分钟 你看是不是很方便 特别快 我们逛街来了 这是我们乌乌七的美美商场 准备去给我姐姐买个衣服 我和姐姐来逛美美店了 现在这个美美 迪奥呀 香奈尔呀 SK2呀 啥都有国外的那些大品牌 这里都可以找到 新疆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刚刚看到的地铁 繁华的商场 难道这不就是新疆的变化吗 奶奶 你在国外一直诋毁我们新疆 但是 新疆根本不像你所造谣的那样水深火热 现在的老百姓可有钱了 那些国外的大品牌我们随便买 难道这不就是新疆的变化吗 难道这不就是我们心目中最美好的新疆吗 我是卡蒂尔亚卡依莎尔 是热比亚卡蒂尔的外孙女 这是我的学校 新疆医科大学 我的专业是药理学 主要研究的就是心血管药理 动脉中央硬化方面 然后我报考这所学校主要目的就是 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好 学科发展也比较快 比较先进 我未来想做的就是为VOR药药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奶奶 你离开新疆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姑娘 你的一些所作所为我是不太懂 现在读到研究生你的一些行为我也听说了 你总在国外说 政府在灭绝我们的VOR药药文化 但其实不是那样的 我还有我的同学们 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国家的各种好政策 我们所学的知识 还有我们学校给我们提供的各种条件都是国家扶持的 奖学金 助学金 学校打的补助 我们都在享受 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非常好 大家都可以到清静时代做礼拜和那么子 而且这个政府特别的设备非常齐全 冬天又暖气 夏天又空调 而且这个西京方也很干净 大家随时都来 没有你说的那样 政府压迫我们 我相信你自己来看一下